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高 大家对健康的祈求也逐步的提高 曾经保健品的热销对象主要是老年人 可现在00后和90后 也成了保健品消费的核心力量 市面上的保健品五花八门 各类的维生素、钙片、胶原蛋白 或干或远 不论人们担忧身体哪一部分的健康 总能找到对应的保健品 近几年,补锡的概念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30出头的陈女士说 最近她的父亲在家中囤了许多补锡的营养品 并一直的唠叨 锡是很好的抗癌元素 对心脏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为此花了不少钱 陈女士十分的担心 父亲上当受骗 那么锡元素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吗? 我们到底吃些什么食物可以补充锡元素呢? 那下面我们先来说说锡是什么? 锡的颜色为灰色和红色 形态是轻体或者是粉末状 看起来像金属 但实质上它是一种非金属元素 它的用途十分的广泛 可应用于电子、质料、玻璃、太阳能等各个领域 锡第一次被发现是在1817年瑞典的一个流生厂 由一个叫贝采利无斯的科学家 从牵涉底部的红色粉末物质中 指的锡元素在人体中的含量是非常少的 但含量少并不代表它不重要 相反 锡对人体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营养学会将锡列为人体必须的食物种要素之一 1973年约翰·洛卡博士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称 锡是骨光钢钛、过氧化物酶分子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 而骨光钢钛、过氧化酶 则与人体免疫、衰老、抗氧化、抗癌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而确认锡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锡元素参与了正常细胞代谢过程 体内适量的锡元素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 降低病毒感染的几率 锡元素还有抵抗重金属毒性的功效 另外,锡元素还可以保护甲装腺功能 经医学调查 人体的40多种疾病都是与缺小锡元素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 锡元素有着很好的预防心脏病的作用 心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问题 有很多是由氧化应急导致的 而锡元素则可以很好的减少身体中各种炎症发生的次数 进而降低氧化应急反应来保护心脏 医学研究表明 血液中的锡元素浓度增加50%的时候 人们患心脏病的机率就会降低25% 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保健品的选择 更倾向于维生素和钙片 总是容易忽略锡元素的补充 许多老人和孩子 经常会因为饮食中 缺少锡元素的摄入 而影响了身体的健康 如身体乏力 脱发 免疫力低下 容易感冒等 那么缺锡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近些年来 国内外针对锡元素 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 多项的结果表明 缺锡元素是与很多疾病的发生有着关联的 西安交大的一个医学团队 针对6000余人的治安人群 进行了有关锡元素和糖代谢关系的研究 找到了锡元素与内分泌类疾病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证实人体低血糖 与体内的血液中锡元素含量降低 紧密相关 体内适量的锡元素 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功能 可以很好的保护心脏 因此当人体内锡元素缺乏时 首先就会直接影响身体的免疫力 增大人体受到病毒和细菌入侵感染的风险 抗氧化能力的降低 也会使人更容易地患上心血管的疾病 而身体中如果严重地缺少锡元素 就可能会引起克三病以及大骨结病 克三病是一种心脏病 主要发生在两至六岁的儿童和孕妇身上 主要症状有心跳加速 心力失常甚至是心衰竭 而大骨结病则是远骨细胞变性坏死 会造成肌肉萎缩 严重影响骨骼的发育 另外多项研究还证明 缺锡会导致内分泌失调 影响肠胃功能 皮肤也会过度干燥 过敏引发皮炎 皮肤受损之后恢复器较长 因此缺锡也会加速人体的衰老 而缺少锡元素同样和白内障 近视等眼疾都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由此可见 锡对人体的健康有着巨大的作用 虽然人体中对锡元素的需求很低 但它仍然是其他物质无法代替的存在 日常生活中有几类人群更需要及时的补充锡元素 首先是患有严重肠外消化道疾病的病人 该类人群因为消化道的受损 对锡元素的吸收受到影响 额外的补充锡元素 可以通过消除消化道中有害质油基 来修复破血的粘膜 加速伤口的愈合 以降低肠胃疾病癌变的风险 第二就是肝病患者 肝病患者他们的血吸含量非常的低 免疫力受到严重的影响 进而会导致病情的恶化 所以需要额外的补充锡元素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增强肝脏器官的排毒和代谢的功能 进而保护肝脏 最后就是肿瘤患者 锡化物有着生命活种的称号 在治疗癌症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有研究表明 多种锡化物营养剂 可以减少化疗药物对人体的肾脏和骨髓的伤害 它可以很好的控制肿瘤的生长 提高化疗以治疗的效果 锡真的能抗癌吗? 近年来随着科普的深入 很多人意识到了锡元素的重要性 开始注重对锡的补充 那么锡元素真的可以抗癌吗? 现代的医学认为 肿瘤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体内的基因突变 二性细胞开始无节制的增长 一些是受遗传因素影响 还有一些是由于外界的环境 如空气的污染 有害物质进入体内 二性肿瘤严重威胁着人体的身体健康 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 每一天补充锡元素200微克 身体患癌症导致死亡的概率就会下降50% 癌症的总发病率也会下降近40% 在我国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河南省临县是一个癌症高发的县城 专家通过对县城内2万余人 进行6年营养干预的防癌实验 得出结论 每天补充适量的锡元素 可以有效降低癌症发生的概率 锡元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 许多促进癌症发生的物质 都能够通过间接或者是直接的形式 生成活性养 在病理环境中 活性养自由基 就会恶意地破坏身体正常的细胞组织 导致癌症的发生 而锡就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 可以有效地阻止活性养自由基的破坏行为 锡元素确实对身体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但并不代表摄入的锡越多越好 中国人每人每日摄入锡的范围 是60微克至400微克 但要注意的是 锡元素过量会引发其他的疾病 同样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要想知道自己是否需要补充锡 最安全可靠的方法 就是去医院进行微量元素的检测 在医生的建议下 合理安排日常的饮食和保健品的摄入 在日常生活合理善食 及时地补充一些富含锡元素的食物 一样可以很好地达到补充锡的效果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